我看你今年有五十 我六十出头了 那真是 那你真不错 那你叫阿姨 叫姐姐 叫姐姐 是 那您年轻的时候您是做什么的 什么都干 几乎是有些行业都涉及到都干过 企业 国企 私企 差不多都干过 您多大参加的工作 学生毕业以后 您是 老师是吗 不是 不是 在国企也干过 您是高中毕业 我是后来上的学生 自学的 我现在大家以为我还一直做画什么的 其实我已经有那么三四年不做了 不做画了 身体原因 是啊 参加工作的时候您先去的呢 国企 国企待的时间是最长的 那您当时来讲 您进国企您是做什么的 刚开始是普通的工人吧 后来 后来 提干 当了干部了 那真是 那有能力啊 你要这没能力 肯定是 谁也不可能说 有的是干工人干一辈子 有能力才能提干部 那您 那您 其实我呀 嗯 我特别喜欢艺术 是啊 但是年轻的时候呢 嗯 没有条件说去整天的时间让你去学去 那是不可能的 是啊 你得 又结婚 又生子 得养家呀 没错 是吧 嗯 你学艺术 你得投资啊 你得上学去啊 是啊 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我 我刚开始肯定是先得养家 这是放在第一位 没错 是吧 对 都知道搞艺术是很烧钱的 是啊 尤其是做画这一块 哎呦 特别烧钱 那肯定的 您得练呀 那可是 那可是纸 墨 那都是真金白银的呀 对对 你喜欢那个水墨画 嗯 国画 国画 我喜欢国画 是 啊 后来 等到 提前退休了 嗯 因为 实在是实在是太喜欢这个做画了 就想拿出整段时间去学习去 您是就因为做画您提前退的休吗 有这个想法了 当时 啊 就 就退了 提前一年退了 哎呦 还去专业的学习了一段 学习了一年多吧 嗯 然后就出了一些作品 大姐 那您是多长 多多大年退的休啊 49岁吧 哦 那应该是 应该是55退休吗 50 呃 50退休我提前一年退的 哎呦 那也就是因为说趁着说有经历 想着追求自己的爱好 啊 对对对 然后我我可能是有一点天赋吧 嗯 嗯 学了一年了 就就能独立的出一些作品啊 是啊 那您最善 呃 当时您怎么学的呢 就是退休之后 呃 也是 报这个美术班 哎呦 那不便宜呢 是啊 学习 嗯 烧钱主要是后来比较 烧钱 您比如说你有了一些成绩以后吧 嗯 办一些展览 办展览还是要自己投资的 不是说人家给你投资 哦 呃 比如我收到美国邀请函呢 嗯 美国人家是让你自己全部自费的 在哪儿办 去哪儿办展览 纽约 我在纽约 哎呦 那就出国的 呃 参加那个2014年 纽约国际艺术博览会 是啊 嗯 他们那个给我发的邀请函嘛 嗯 那您怎么报名呢 当时 报名的话 呃 也是 也是一家 这个 团体组织给我发的邀请函 哦 它等于在有中国的有办事处 呃 北京办事处 那会儿我 稍微就是说 有些人就是知道我了 哎呦 一搜也能搜到我 哎呦 大姐您的全面 您方便说一下吗 我们也搜到您的 哈哈哈哈 真不好意思 没关系 我们啊 啊 啊 吴小平 吴是口天吴 口天吴 大小的小平常的平 哎呦 哎呦 是这样的 然后一些电视台也找过我 哎呦 您是名人啊 找我 嗯 但是我这个 就是说资金这一块还是比较短缺的 是啊 呃 等于就是以画来讲 拿出您的作品来 答谢人家 答谢人家 然后人给您出资去美国办这画展去 不是美国 嗯 拍这个视频节目 电视台拍节目 是哦 啊 我总共是拍了两个视频 每一个视频都45分 是 那我们真是得看看看看 啊